酒后驾车害人害己 千万不要心存侥幸上路 日前有骑士在喝酒之后 害人发生差撞 造成全身多处的挫伤 严重的事还有另一起发生在 上至桥酒驾骑士一路蛇行 一事先自撞护栏之后 又遭到后方轿车给撞上 伤势严重 目前还在家父病房治疗当中 框框的道路上 骑士缓缓的通过路口 没想到路明明这么大条 一旁的机车却直直地向他撞去 两名骑士立刻摔倒在地 其中朱姓骑士甚至连人带车 翻滚三圈 两辆机车倒在路中央 受伤的骑士们在路过民众的帮助下 坐在路边等待救援 花莲县吉安乡芝卡轩大道 16号下午5点多 一名彭姓骑士沿着用新酒街行驶时 擦撞到芝卡轩大道上的朱姓骑士 两人冲撞后双双倒地 肢体多处擦伤 幸好没有生命危险 事后警方发现 彭姓骑士的酒厕值高达1.04 朱南酒厕值为0 彭南酒厕值超过法定标准 全案依刑法公共危险调查侦办 酒后上路危机重重 花莲酒驾事故不止这一桩 20号晚上11点多 何姓骑士摇摇晃晃一路蛇行返家 当他行经花莲上至桥时 疑似先自撞右侧护栏 再与同像的黑色轿车发生擦撞 被攀升以二三 救护人员到赏后 随即将何姓骑士送于急救 不过他的伤势严重 不仅全身多处擦挫伤 头部以及肋骨也有骨折的情形 目前仍在加护病房治疗当中 电动车驾驶经抽血检测 血液酒精浓度 与超过法定标准值 全案将依公共危险罪 寒送花莲地检署侦办 何姓骑士更夸张 酒测值高达1.38 几杯黄汤下渡抱着脚信心 泰酒驾上路 害人害己 现在还在汗死神抢命 记者杖宣徐力行花莲报导 请不吝点赞订阅